新竹又有球场让选手受伤了 全州运网球资格赛2号在新竹行开打 不过才刚刚开始就有选手是扭伤脚踝气赛 质疑说这个沙子铺的不平整害人受伤 对此 县府强调场地都有合乎标准 也重新检视过赛场 不过才相隔一天又有选手在练习的时候扭伤脚踝 希望县府可以加强审视 选手倒在地上扭伤脚踝痛得无法动弹 忍痛气赛 这是竹东正中正网球场 而且接连两天都有选手受伤 原因疑似就是场地惹的祸 因为他傻 他没有把它铺平 从那边滑出去 到没有沙的草坪那边 我就突然停足就这样滑出去 然后就这样拐道 全州运网球资格赛2号在新竹县竹东正开打 但疑似场地不平整 已经造成两名选手受伤气赛 家长质疑比赛前一天场地根本还没完工 地面凹凸不平 沙子也没有铺均匀造成选手受伤 草地感觉很临时 就是铺了一层草 就准备要比赛的感觉 之后来看的时候 还是看得到以现阶段来讲 这个场地还是非常的不规则 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在铺杀不足的部分 那我们这边也要求 竹东正公所 还有我们的竹东正公所的包商 还有我们的建筑建筑师 在比赛完后一定要 把场地做好铺杀的动作 县府强调赛场都有符合比赛规则 针对缺失也改善完毕 只是接连两天两名选手受伤弃赛 选手和家长都盼望 政府能多重视台湾运动选手的安全 记者新竹综合报道